图类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我叫冯雪青 来自河北张家口 毕业于石家庄外事职业学院 大专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我是一个务实勤奋 吃苦耐劳 有上进心的人 毕业后主要从事过电话销售 电商化妆品运营 主要负责的渠道是京东 巨美 唯品会 天猫超市 舒宁易购 等平台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找一份有关于电商 助理 营销市场的相关工作 希望得到各位企业家的青睐和支持 谢谢大家 福利老师好 这姑娘感觉偷了妈妈的衣服和高跟鞋出来 是 好小啊 你猜她多大 多大我看看 她87年 你33了 对啊 看着好小啊 对啊 看着32 小学生 我刚才还以为走错了呢 不 你是哪晒得这么黑啊 我就是这种黑皮肤的人 原来黑嫌小 改名我也晒黑去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男朋友吗 没有 就是我把精力都放在那个工作上了 企业应该好喜欢这样的姑娘啊 专注于工作啊 那你工作上是不是特别优异 绩效还可以 挣到钱了是吧 也没有挣太多 你别这么笑笑得我心里发肾你知道吗 你说说吧 你这十年工作有多优异赶紧 反正你进来来找工作 然后我主要是做化妆品的 最突出的一份工作是索旺 然后是个洗户的产品 我们也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运营 在所有渠道有五千万的一个销售额 你干什么 我主要负责的话就是B2C这边渠道的运营 像京东聚美唯品会 然后苏宁易购这些平台 说说你的具体的工作内容 好多地方都要你这样的人 是吗 太好了 我急需一份工作 特别特别需要 赶紧说你做得怎么样 我做得挺好的 然后我主要负责的 你不能只说挺好的 你得说具体的 具体的工作内容的话 就是说和平台的对接 然后包括文案策划 然后和设计的对接 和物流的对接 包括一些促销费用的谈判 然后都是我们去谈的 包括一些公关 都是我们去做的 你现在辞职了没有 辞职了 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挺久了 挺久是多久吗 你挺好的挺久 到底多久 这就是刚刚 那你又要说挺久的 你不挺有意思 我跟他说多久了 挺久的 到底什么时候 刚刚 打造过爆款 爆款的话就是有沐浴露 然后和身体乳这两款 怎么打造的 就是通过和平台的一个对接 包括一些资源的对接 还有一些刚才所说的 一些活动形式的 那个促销活动 你对我们的企业 有哪一家是比较了解 那个我了解的是 卖衣服的 初语知道吧 初语 对对对 假如说618就要到了 如果你是他们那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到 已经到了 你怎么 还没到 促销期到了 88的最大的 88的促销 你打算在这个 上面销售我做多少 那流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引路 然后爆款啊 节奏啊 你有没有考虑清楚 大处的话 提前一两个月 我们都有在准备了 然后包括备货额上 我们也会有准备 包括库存上 都会有准备 然后营销的话 就是说一些活动 然后包括一些 附带的赠品 我们都会提前的准备好 那你的这个 底下的团队 有多少个人呢 底下 你是作为主要的负责人 带着这个团队做 还是说你自己 只是一个 时操的一个人员 他肯定是时操的 时操的也有 带人的也有 因为他刚才说 他对接了好几个平台 如果是他对接 好几个平台的话 他应该是负责人 才能对接好 对对 那你一个人就是 运营总监了 按照你说 你现在负责这么多个平台 没有到总监 到经理 总监下面的 负责对接平台 那你做的这个销售额 最高的是做到多少 最高的话是 5000万和7600万 5000万 7600万 是年销售额还是 对年销售额 年销售额 对 那你如果到我们公司来的话 还没说要 还没说要 好吧 那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质疑 因为你上来之后 其实你的人是讨喜的 然后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你 但是你从11年到现在 应该将你做了快10年的电商运营 对吧 然后你上一份的工作是15K 然后你为什么选择 现在8K降一半 做这个电商运营 是什么意思 我没 降一半的话 是因为中间 我会有一个空档期 所以说我就降薪了 所以你觉得你的空档期 按照如果你是对自己的工作能力 或者你的工作背景 或者工作经验 来讲非常有足够的信心来讲的话呢 最像基本上其他的选手都会持平 那我会 我有什么样的能力 一二三 我觉得我能带来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我愿意来这个 来这个新的企业当中 而你选择这个降低了一半 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你对你的工作 是10年的工作 经验来讲 你是没有信心的 你说像你刚才说断档了 为什么断档 断档的话是因为家庭有一点事 所以说中途就断档了 是家里有人生病了吗 对 有人生病了 然后父母生病了 所以我回去照顾了 那你为什么要降一半的心 我想说一点 是我对我自己的专业是有信心的 降一半的话是因为 就是中间一个空档期 我考虑到可能对企业来说 也是一个风险 所以说我就降了一半 你想争取一份机会 对 是 是 其实这是个优点 学青我其实想说的就是 你原来的底芯是多少 是15K还是底芯加绩效 底芯加绩效 底芯是多少原来 底芯是8000 所以其实你按 所以一样的 原来是持平 对 然后部分的话再拿绩效 是吧 对 那也并没有交换 对 那就OK 那这个事就解决了这个疑惑 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PPT 第一页的话 主要是一个文案策划 是交给设计那边的 它主要里边体现的点 就是文案策划 然后产品卖点 第二页的话 主要是一个整个大盘的 业务分析 会分析到具体的每个月 然后做多少 然后最后加起来 总的一个销售额 最后这个是一个平台的分布 主要体现的话 就是说业绩产出的一个 分配比例 没了 谢谢 没了 谢谢 它都挺干费的 就是我会觉得 它那个速度太快 大家都没有看明白 它自己看明白了 就下一页了 说明他其实平时很少展示这些 向别人解读数据 你应该很少做这个事 就是年中 年末就两次 但是你的工作过程当中 经常跟别人会沟通这些事 做电商的话 我们主要就其实是线上 就是通过QQ什么的 就是很少用嘴说 所以果材就不太好 学青 我觉得刚才你展示数据 是非常有亮点的 如果你在数据背后 作为你这个行业资深十年 你加一行结论 比如说这个数据告诉我 什么时候是旺季 什么时候是淡季 然后哪些媒体 它的投放量比较符合 我们品类的这个聚焦点 我应该怎样去做 那你就是说明 你是专业人士了 如果你是码数据 那你就初级人士 可能你就是把结果 呈现在那儿 所以没有结论 一定要有结论 十年的人 是不可能不总结规律的 而且绩效汇报 肯定会想下一个季度 该怎么优化的 明白 来 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两盏灯 还好 那个还在 那个还在 来 天生我有菜 两个进入职场 情商课堂 领导让你带一个 他亲自招的员工 你发现他是个职场 老白兔 能力很差 请问你会告诉老板 还是装不知道 啥叫老白兔 我都不知道 什么叫老白兔 在职场待了很多年 但是呢 是不是没有太多的 那个基本功能 那就老油条啊 那是 你自己想吧 首先第一点 然后就是我之前 因为带过人嘛 就是说我培养新人的话 基本是很快的 然后我可以把一个新人 然后迅速培养上来 然后培养到符合我的标准 然后第二点的话 他如果能力特别差的话 我会选择去跟老板讲 或者是我不会直接讲 然后我会找到一些他的弱点 然后去跟老板讲 去换掉这个人 说完了 这个雪青的解读啊 和他前面的反应一样的 是一个非常老实 朴实的人 当他遇到了这种 职场老白兔 也是直接就告诉老板 他是并且是用事例 或者是数据告诉老板 他有什么样的缺点 我觉得反映出来 就是你确实做事啊 是踏踏实实 另外前面呢 你在展示一些PPT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比如说PPT做的不是太好 讲的不是太好 这也说明啊 你是一个知行层的 做知行 另外呢 在层位不是太高的岗位上 但是呢能踏踏实实 也能做出一些业绩 但业绩呢 也不错 因为看你底薪过去 8000能拿到15000 但呢也不算太好 就是说一个中上的一个员工 我问一句啊 雪青 我看你四次离职原因 全部写的叫做 个人发展离职 那你到底对自己的 个人发展是什么规划呢 规划的话 我是因为我之前做这些 刚才也说了 都是那个B2C这边的 就天猫这边的 我可能接触特别少 所以说我这一块的方向的话 我还是天猫也特别想做 把天猫这一块的业务熟悉起来 然后整个我操盘 整个电商项目 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轨道 就是你希望找到的工作 给你提供这样的工作方式 对吧 对对 我可以前期先从我熟悉的京东 巨美维品汇来做 如果你从化妆品转到女专的话 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们品牌啊 就是如果你转到我们初语品牌的话 你觉得你能够为我们的天猫 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你刚才说想转天猫嘛 对 嗯对 天猫的话我可以说天猫的话 我手里有一些直播的资源 然后抖音快手达人直播的资源 还有一些威亚李佳琪的资源 这些都可以来做 来第二轮选择去火力 好 弹琴不上感情 来八千八千都满足你的要求 这价钱还要谈吗 不谈了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嗯就是我想问一下 我入职的话 会不会前期有一个人来带我一下 我先说一下哈 然后当下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做了 美在繁星这个电商板块 做的就是化妆品 嗯 所以我需要的是这个行业成熟的人才 嗯 可能没有人带你 你需要带更多的小白 哦 这这这这话 你有十年的工作经验 任重而道远 这边有没有人带啊 肯定有人带 肯定有人带 对对对 我们存电商 嗯嗯 明白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出与服饰 美在当下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出与服饰 好 他还是需要人带的 谢谢你 姑娘 再见 好好干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